今天台风天马 那么民进党又趁机喊话 在野党不要党防灾救命前 来看到这个是吴思瑶的po点书 直接就说蓝白党的总预算案 包括新增159亿治水预算 灾防预算超过76.9亿 另外还有114年度的灾害准备金 50亿第二预备金 80亿都一定被党下了 同时民党的立员党团 还做了图卡说台风来袭 你被蓝白退回的治水预算 居然有这么多 说蓝白二党防灾治水救命前 政治攻击难道比人民安全还要重要吗 那么其实你仔细来看 根本是乱讲一通 一来退回是要你重编 那你重编他们就会来重审 那么另外一方面 防灾预算的部分 其实现在花的是上一个年度的预算 那在这个时候对民党来讲 趁机推给蓝白 对他们来说 这个时候不趁人之危 什么时候趁这个时候 可以打蓝白一通 可是问题是你仔细一看 这种图卡的做法 其实根本就是 就完全是那种无脑的方式 但是会被糊弄掉吗 民众会买账吗 觉得说对啊 防灾治水预算就被你这样子 被蓝白这样恶搞退回来了 秉格 这个不是给会思考人看 对所以我才说无脑嘛 很无脑很直观的这种 我跟你讲很多人就是很直观无脑 其实说真的 你说要天天会去关心政治 或者是知道朝野怎么攻防的人 其实是非常非常少数人 绝大多数人每天上班上课 照顾家庭都忙不过来了 他当然那个美国时间 就管你们在干嘛 所以他就这种东西 就说给这些人听了 这些根本看到新闻只看标题 甚至连标题而揽得看 只听这种口耳相传的人 他要的就是这种效果 就是你看蓝白又在挡预算了 他们就是中共同路人 他们就是故意要把台湾搞垮 其实你这个图卡 我这一天在网络上经常看到 很多 对啊 而且也不止一种做法 好几种不同的做法都到处在传 那老实讲啊 照理来说如果按照明朗标准 吴思瑶现在就在造谣 那造谣应该罚300万了 对啊 那罚了没 他不可能会罚吗 他们一定也当做没看到 实际上很简单嘛 我觉得讲这个东西的人 自己逻辑都很奇怪就是 你看你看我们现在正在台风来了 没有钱去治水 请问一下台风来才治水是有用 有这种奇怪的做法吗 你知道台风来你才要治水 你在干嘛 你在唬谁啊 不行现在的治水预算又不是现在 这个时候才编之前的好不好 好像我们是立法院现编 编完之后立刻钱就拿出来 拿去用 你们是在干嘛 我们是每个月在省预算是吧 省下个月的预算 其实吴时要你真正应该去看看 现在台风就已经要进来 当然从哪里登陆我们不知道 可是就这两天 你高雄市 一大堆水沟都没清 然后呢 那个下水道已经可以长出树来了 人家网友还特地讲 因为有人说不是那是因为树涨很快 狗屁耶 人家马上去从2020、2021、2022、2023、2024 那一个图全部把它比对出来 那个树什么时候长出来 你知道2022以后 那2022以后发生什么事 就是因为韩国瑜2021被罢免了嘛 那之后就换成 就没人清水沟了 就没有人再清啊 最近高雄还不洋洋得意耶 说他们清了三个地方 总共加起来大概四公里多 然后清出来好几顿的这个污泥 这些淤积的沙子 我昨天刚好在吃东西的时候听到 台北市 你知道它清了多少吗 多少 台北市就是最近这一年啊 他们清了大概400多公里 400多公里的下水道 结果高雄清了4公里 在那边真的很高兴 那七岛真的不要下大雨 不是问题来了你知道 台北清了400多公里哦 那污泥大概才 十几顿 然后呢高雄清了4公里 就多少 就一顿多 所以表示高雄淤积的特别厉害 对 那不知道多久没清呢 所以 而且你知道 这是他们最近这两 这几天9月多清出来了哦 那可是凯米台风是什么时候 凯米台风不是 7月啊 7月多来的啊 7月2425 那请问一下 7月到9月这段时间 你们都没在清哦 你们都这么放心不会有台风来吗 怎么敢放心台风计耶 是啊 但是问题是显然他很放心啊 显然他我觉得他们的打算就是等到台风来再清 不就是这个意思吗 不然正常你凯米大家都知道凯米那时候淹大水一定会预计很多地方 那个时候就应该到处清啊 那结果没有 你看那个数据是9月多开始在清的 所以台风来再清就这两天 这两天才有清 就这几天才在清啊 他又看到台风又要来 所以赶快再清啊 那你们都是这样做事 那怎么可能不淹水吗 那别的不要讲 前两天还有人看到高雄旭红池 因为已经知道这个这个台风马上要进来了嘛 山陀儿 结果呢 前天吧 还有人看到资红池里头里头还有八成都是水 资红池里头都是水 请问一下他的字怎么红 有什么红可字 那根本就是个游泳池啊 不就是这样吗 所以你们应该要去检讨的是 灾害来了你们事前准备的工作到底做了没 而且这些都是早就预算都编给你了 不是没有钱给你去做是你不要做 但是我必须讲我们今天在那边解释这么多没有用 因为我跟你讲 对这些不熟悉政治也不太会去关心政治人来说 他要的就是一个无脑的解释 那民进党最厉害的就是给他们一个无脑的解释 所以我觉得也不能蓝白老师挨打 有的时候他们既然给一个无脑的解释 你们就也要给他一个无脑的回击 就不用再去想说我跟你解释一大堆告诉你理由到底是什么 我觉得我常常讲一个我当年亲眼看到一个例子 那个时候F16 我有那个IDF 台湾不是在做吗 就当时丁守宗老师跟陈水扁在同一个选区 然后我当时在帮丁守宗老师选举 结果呢 阿扁上来的时候不啰嗦 直接IDF是什么 I don't fly 飞不起来啦 就是个烂飞机 他一点技术全部没讲 反正就是把他往实力打就对 就是反正那是国民党做的嘛 一定是烂的东西 他就是灌输这个观念 然后丁守宗上来开始解释 因为我们是用那个1042这个引擎 这个引擎呢 当初美国因为要降接板呢 给我们一个推力比较小的引擎 所以造成他设定是怎样 你知道台下开始在干嘛吗 打香肠的打香肠聊天的聊天 根本没人要听呢 因为听不懂 所以在野党一定要放弃这种学旧派 想要详细解释 想要追寻真相 告诉群众真相 我告诉你没有用 绝大多数的群众不喜欢听真相 他要的是一个非常简单迅速合理的回答 赶快去想这种回答方式吧 不然的话每一次都被人家 像沙包一样打 这样不太好 好那因为在昨天 这个立法院的程序委员会 要针对总预算案开会 但是因为立委林国成呢 依旧提议要暂缓裂案 结果在场的立委庄瑞雄呢 就炮轰荒谬 要把立法院瘫痪 那这个时候我们 昨天好来上我们节目的 王宏委员 还在立法院经过了这一战 王宏委员当场大吼 胡说八道 你就看得到他 以一打八折战民进党立委 我们先来看这则新闻 护理人力的提升你们认为是不合理吗 荒唐啊 那就赶快编预算 那就赶快来审啊 赶快审啊 赶快审啊 在被绿营指指 蓝白联手党预算 王宏委听不下去 开战民进党 你不必怎么省啊 Especially if they begin to 你不必怎么省啊 笑傻了 又在人 你们把预算鞭出来占要审啊 你不必怎么省呢 你看清楚啊 你不必怎么省啊 从边了 他们不做八道 杀什么 你们要先来乱言 那不要再吐乱 刚才不过这些 她现在刷女流妈妈 现在刷女流妈妈 你还是现在来一个 你都要怎么回家 你都要怎么回家 王鴻威一打巴 沈柏洋硬是 再湊一咖 這麼一人 王鴻威直接把賴黃都搬出來 中央政府總預算審查 週日再到程序委員會討論 藍白要求行政部門把短編的預算 先編好再說 新科立委廖先祥以學弟之姿 糾正莊瑞雄大學長 搞得莊學長語無倫次 最終朝野對總預算還是沒共識 但好消息是 這回不再表決阻擋 而是提報 週五任會處理 所謂退回是讓他重編 並沒有刪除他預算 一毛錢都沒有刪除 吃這個和解的飯 一定是要行政院要提出相關預算 檢討改進 如果你通通不提出這些 然後包含原委會的主委 繼續在帛琉爽玩 太小看在野黨嚴格監督的一個決心 在和解犯前夕藍綠白又大吵 在讓和解增添變數 記錄下影全由台北報導 好 在這邊我們的網友 石玉瑞 董內敬 他說民進黨預算被砍就扣在野黨 帽子不按台灣 換他不給預算 就扣你違法亂計 民進黨兩個口都是他有理 好 不過說到這個我們來看到 因為在立法院長韓國瑜日前 和行政院長卓榮太會面 拋出要吃和解飯的想法之後 藍白立委沒有在1號 昨天您所剛剛看到那個現場 陳委會擋下了總預算 好 讓總預算案暫時可以送到4號的院會來處理 那就在剛剛的一陣頭角之後呢 程序委員會的趙委 國民黨的立委吳宗憲表才是 他說因為對總預算案是否暫緩戀案 在場委員有不同的意見 所以就提報院會處理 總預算案呢將會列入4號的立法院會議程 那麼吳宗憲會後有受訪被問到說 為什麼這一次不表決 而是送交院會處理呢 吳宗憲只有表示這是依往例來處理 所以在這邊我也是請教波基 對啊為什麼不表決要直接送院會 那你之前在擋是在擋什麼 應該這樣講啦 就是就我了解了 就是國民黨他們也知道說 這個東西擋不了多久 你要擋一輩子 那這個東西跟羅庭偉事件有沒有有點關係 應該說他們上禮拜就已經在討論 擋到什麼時候 那韓國瑜院長孟宗憲就是釋放了一個叫做下台階嘛 為什麼要吃這頓飯嘛 那當然到了院會也許我相信 因為你要知道那頓飯喔這個表決是早上喔 這個報告事項的這個 就是要不要排列是早上的事情 所以呢除非今天在禮拜五的早上 這個表決之前 比如說行政院釋出善意 園民會包括衛福部包括農業部 就是對於在野黨提出這些 他們釋出善意 我們會找出裁員會怎麼樣處理 然後在野黨滿意 否則我認為早上的表決還是會再 再把它退回一次 那等到再讓當天由這個所謂的 韓國瑜院長來召集協商 然後召集這個所謂的和解犯 然後來決定說後續怎麼辦 可是呢 你如果你現在程序文會就把這個東西打回去 那韓國瑜禮拜五吃什麼飯啊 對不對那個氛圍 那個氣氛就不一樣了嘛 你可以說現在就是說把這個球 現在變成說人家解鈴還須細鈴人嘛 現在是在野黨團把問題丟給執政黨 那執政黨要怎麼回應 所以我說這個就到院會裡面去處理 如果今天我們在程序文會就直接把它否決掉 連院會討論的機會都沒有 那韓國瑜院長這樣要處理也很難啊 對不對 所以但我認為我剛剛有講的嘛 除非執政團隊有給在野黨滿意的 至少要一個妥協方案 比如說原民會的部分 基金致印準備金 就如果在不從編的前提下可以怎麼處理 那希望先進預算區去審查 到時候也許用這個協商竭力 有一個主決議 就是說預算的主決議 去要求行政部門明年要把它編組 也許是用這樣的方法 就是明年度 先用這種所謂的過渡的方法 也許不退回從編 因為退回從編 這個可能要花很多時間啦 那也許是用什麼樣的方法 這不知道 但是我認為在野黨讓他進到院會 基本上就是一種善意了 所以昨天就基本上 我認為那個昨天剛剛那個吵架 那個就基本上就是口水 沒有什麼太大的意義 但是關鍵在於說 在野黨什麼時候要下這班車 下這班車不是說不監督 而是說進入到實質審查 才有更強力的監督作為 因為這種杯葛你意識到了 大家都知道 你們沒有編原住民的這個 你們沒有編工糧補助的 你們沒有編什麼這個健保點數 對 都知道了 可是下一步呢 如果他就是不理你了 那你最後在那邊坐實的 真的擋預算擋到12月 你在野黨 就到時候事實查核中心 就不會幫你查核說 明年預算真的沒過 對不對 所以現在某種程度 就是說讓這個球回到立法院 由朝野黨團去溝通 然後看這個韓國院長跟行政院 這個這邊有沒有辦法有一個共識 用什麼樣的方式來處理 讓這個預算能夠正式進入到審查的階段 我想對很多在野黨立委來講 他們想要的也就是真的進入實質審查 對 所以呢 這個就是說訴求達到了 已經把這個問題凸顯出來 那你看原民會主委根本不痛不癢 他跑去帛柳啊 當然這是賴清德總統任命他當特使去帛柳 慶祝帛柳的國慶 那問題就來了 那到底現在要解決問題的是誰嗎 要怎麼解決這才是難題嗎 那當然是這兩天有颱風 所以我覺得也許大家朝野先冷卻一下 不見得要每天這個劍拔弩張 那到禮拜五 不管這餐飯吃的怎麼樣 我覺得總會至少有一個溝通的管道 那我當然我認為這禮拜要過不樂觀 但是也許到下禮拜 至少可能有一個用一個方式 比如說我們會再召集超越協商或怎麼樣來溝通 所以目前是朝著會往 就是也不要講和解啦 應該說往這個對國家更有利的方向走 好這個藍白呢 將114年度的政府總預算退回程序委員會 不過現在呢已經列入了4號的院會的議程 我們看到了總統府副明書長張敦涵 接受了媒體專訪表示 立法院當家是藍白 立法院長韓國瑜有一句名言 莫忘世上苦人多 中央政府的預算就是在照顧人民建設啊 把韓國瑜搬出來了 委員 剛才韓兵兄講對了 其實立法院退回總預算 在過去記錄是很多啊 這有什麼稀奇的 要跟他講的是說 因為總預算是明年度要花的錢 所以現在距離12月還有時間 不必急 而且也不是所有的總預算的今年都會全部過 一定到時候很多這個保留 那個保留對不對 明年還是不能用啊對不對 那第二個呢 那很多的什麼國營失業啊 林立高高也還沒省啊 所以不必急 所以我們的預算運作 就算沒有過嘛 沒有過的各單位還是照常用今年預算啊 今年怎麼用明年照常怎麼用也不影響啊 這個臺灣跟美國不一樣啊 臺灣是這個的制度是說 你明年總預算沒有過 就照今年的預算來花 所以不影響什麼 什麼公務員什麼薪水都不影響 那加薪是什麼 加薪是立法委員加最多啊 你好意思說你要先要嗎 也不好 那我講的這個立法程序啦 可是在政治運作上 就不能這樣子囉 比如說什麼那個什麼 總統發言人就要 要開始抹一韓國瑜啊等等 什麼私上苦人多啊 預算通過是你們民進黨最爽啊 我講當時在 陳水扁的第二任期的時候 有一次有在一個場合裡面 一個群眾場合 國民黨那一年剛好退回總預算 他是到了院會裡面 就剛才那個阿米索講 院會裡面表決把他退回一重邊 這個也是概念 我們講一樣老招宣傳 我至少也沒錢哪裡沒傳 這講了一大堆話 那人家都看我上台發言 看我這個國民黨立委有什麼發言 我根本不跟他談這個立法程序 談哪裡我就不防禦 我差不多就講了 鄉親啦 民進黨為什麼這麼急要過預算 因為他們要貪屋啦 為什麼要貪屋啦 這次他們就不需要貪屋啦 不頂得這麼暗 你給他們貪屋 貪得到國家倒 台灣總倒了 貨底下鼓掌 你看講什麼道理 不需要講道理啊 就是韓濱兄所講的那套理論嘛 他講說哎呀你這個理會很艱苦啊 你都不顧人生 你要貪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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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貪你又是那麼急幹什麼 老招宣覺得有道理啊 一聽就懂 對一聽就懂 民進黨有外交嗎 大家都知道民進黨有外交 對不對 怎麼沒有貪屋 沒外交的 這句話就掃過了 對不對 就是要這種 槍對槍炮對炮 你跟他講什麼道理 對不對 那麼急啊 為什麼急的通過預算啊 你們工程裡面是包好了是不是 我們審查都不行嗎 對不對 你何必跟他講正面道理 講正面道理 他聽不懂的啦 政治鬥爭就要汗一點 國民黨就太書聲啦 這樣不好 唉唷 搞這個國家 民進黨 民進黨有在照顧這個國家嗎 都叫你兒子去建政 準備死去建政啦 你怎麼顧這個國家 兩句話就走一走回去 對 那你說我票有沒有減少 我們每一選 每一年票越選越多啊 對 所以 這種東西就是很麻煩 就是 那他就推過韓國 事實上苦人多 為什麼苦人多 就是你民進黨執政苦人才多啊 你民進黨不執政苦人怎麼會多啊 這幾年哪一年是國民黨執政 那為什麼苦人越來越多啊 青少年犯罪怎麼節節上升 你告訴我為什麼 我們青少年是成倍數在成長 表面上看犯罪率沒有增加 可是偏偏 青少年犯罪率節節上升 割警的割警 車手騙錢的車手騙錢 一大堆啦 販毒的 吸毒的一大堆啦 都是這幾年蔡英文執政有的結果啊 怎麼苦人多 然後再修理民進黨啊 我想不要那麼客氣啦 搞政治跟他那麼客氣有什麼用 所以現在就是 不要老是那麼老是 哎呀你編老玉帽我來神 你這個沒有編 沒有編以後再編 哪有這種事 回去 對 不要老是 哎呀我吃吃火鍋 對不對 業績做給韓國瑜 韓國瑜也太軟也不好吧 對不對 他當然要負責協調的工作 他不需要那麼軟嘛 對韓國瑜 這個立法院的發言 馬上點回去 總統府講什麼 對 世上苦人多事啊 對 所以2016年民進黨執政有苦人一天比一天多啊 兩句話點回去 對 不過因為真的 來看到今天聯合報的這個重磅快評裡面也提到了這一段 中央政府總預算卡關 總太喝了立法院長韓國瑜一杯溫暖咖啡之後 意猶未盡 表示週五還要再吃和解飯 並點菜要吃溫暖的火鍋 彷彿總預算卡關都變成韓國瑜的事 連日來總太和他的閣員 除了談喝咖啡吃火鍋 就沒有再做什麼事了 連總質詢也表現得荒腔走板 治理能力打上個大問號 所以才會有這一篇的標題就叫 浮誇的部長與遭突襲的隔魁 好其實剛剛這個委員提到槍對槍 炮對炮 我覺得這個槍炮對的都是左翁泰好不好 我們自己人對著他 好包括呢 先是你知道我們來看到是廖偉翔 質詢的時候呢 問倒了左翁泰 還有呢 要不然就是他被他們自己的閣員 經濟部長給挖個洞 還有這個衛福部長邱太元 直接突襲左翁泰 我們一個個來看 好 廖偉翔在質詢左翁泰的時候呢 問到的是賴總統上任前宣誓 要做25萬戶設宅 中央從2016年至今只蓋了1853戶 民進黨八年半蓋不到2000戶 要如何相信賴總統可以兌現承諾呢 內政部盤點的土地只能新建7萬戶 所以剩下的18萬戶要蓋在哪裡 難道要填海造陸嗎 那左翁泰呢就 而且呢他說這個廖偉翔當場拿出大型的承諾支票 要他簽下支票 彰顯要建25萬戶設宅的決心 左翁泰呢推託拒簽在那邊說 政府政策是以預算書還有報告的形式來處理 不是簽下這張支票 好 那麼另外一方面呢 我們也看到也是廖偉翔 他質詢的是這個希望左翁泰保證明年不漲電價 但左翁泰說承諾太廉價沒有意義 整個質詢過程中呢 廖偉翔就抓包行政院的能源政策綱領 已經長達8年沒更新了 問他為什麼8年沒更新了 結果左翁泰當場當機8秒 8秒鐘其實很長耶 8秒講不出話 8秒過去了才說 很多產業來我國都指定要用綠電 好 那麼另外一方面我說 為什麼郭智慧天哪 挖了一個大洞給左翁泰跳耶 好 被問到了這個漲電價的部分 郭智慧居然說電價是由院長做決定 所以左翁泰當然尷尬啦 他說不是啊 他立刻回答 他說這個是審議委員會 電價審議委員會開會的時候 由台電經濟部去做一些原則性的討論 而不是對最後結果做任何的指示 好 那麼另外就還有邱太元 好 那麼邱太元這時候被問到 這個健保點值的部分 這個是否能達到1.0.95元 左翁泰說就目前的財務來看 明明要達到這個目標有困難 不過衛福部長邱太元 當場打臉了左翁泰 表示有信心達到0.95元 所以大家是講說你是在打臉自己的行政院長 本來左翁泰就要幫你擋了 結果你還跳出來打他臉 所以搞得大家是一臉無煞煞 所以這個整個這樣一看下來 我覺得左翁泰會想死吧 不會啊 他基本上就是個 他就是個傀儡啊 他本來就是傀儡 他自己也很清楚自己就是個傀儡啊 我才知道原來阿編哥很汗 因為他本來就是在放空啊 所以無所謂啊 問什麼就隨便答啊 他的想法就是這樣啊 實際上我看連那個社會住宅 我大概都比左翁泰熟 因為賴清德政府現在打算怎麼樣 去滿足他那25萬戶你知道 他們已經想好了 全部都是用包租代管啊 足金補貼就解決了 他們就準備用這個方法 因為他知道他自己絕對建不成25萬戶啊 因為蔡英文的時候 20萬戶八年求一下建了幾戶 他把各縣市全建的加進去也不到啊 所以賴清德自己很清楚 他當初就是胡扯 所以現在他們已經在做了 就是準備用社會住宅包租代管 然後準備用租金補貼 反而我補貼幾戶 我就算我有了幾戶社會住宅 他們就打算用這種方式這樣幹 所以我跟你講大家不要笑想 你未來不會再蓋什麼社會住宅 因為地也找不到 然後相關的這些經費也越來越高 你根本弄不到這些東西啦 而且對綠營來講他們要的是什麼 他們要的還是 滿腦袋想的還是光電 有地也要拿去做光電啊 做社會住宅就賺不到錢多浪費 對不對 所以我跟你講不要去笑想這些東西了 然後能源政策 他們從來就沒打算改啊 所以八年不改很正常啊 因為他就是使命要往光電 他們最容易賺到錢的地方走啊 那左翁太跟你講說人家都指迷要綠電 你知不知道現在對歐美來講 核能也是綠電 對 那不就是這樣嗎 歐盟都已經告訴你了 他們也認為核能是綠電啊 那就表示核能可以用啊 所以現場應該直接追問 搞不好 左翁太這次會給你認16秒 就是這樣 所以 左翁太就是腦袋空空在那邊混日子的嘛 那為什麼這些郭志輝啊 或是其他邱太元啊 因為老實說這些人也不是他認命啊 表面上是行政院長認命 實際上跟他根本沒什麼關係啊 都直接對總統 對 所以他就來混日子啊 所以我跟你講包括禮拜五去 我覺得他還是去混日子 他的想法大概就今天晚上吃早餐 他就真的單純吃飯 對就是來吃飯看開什麼好酒 大家來喝一喝 大概就是這樣子而已啊 因為 我是其實一直主張韓國瑜根本不要見他們 因為我覺得根本沒意義 對你從上禮拜就開始這樣講 因為 說真的這些人根本沒有打算要來跟你談嘛 講實在話就是這樣子啊 你看今天莊瑞熊昨天那個表現 然後包括左翁太這種態度 一個有誠心想要來跟你談的人 他應該會怎麼樣 他應該會信一頭有個父愛 那有一些東西我們現在實行真的比較有困難 是不是可以我們先做一個小讓步 這些東西我們先把它列入這次的預算 那其他那些來不及我們下個年度再來談 正常不是應該要這樣 你覺得左翁太會這樣嗎 我跟你保證不會 他們來還是大家吃完飯喝完之後 下禮拜繼續抗爭 再到處發帖子 再到處做這些 這些那個圖片啊 跟圖啊 告訴你說都是藍白在黨啊 都是藍白嫌習近平之命啊 就是要把台灣搞爛 永遠都是這樣子啊 所以我真的覺得沒有什麼好談啊 因為人家根本沒有誠意來 有誠意 麻煩請左翁太直接把你的方案拿出來 拿不出方案來之前 談都不要談 不過說這內閣很有意思 來看到中平社今天就講到邱太元喔 他說邱太元爆料 彭啓明被賴總統罵後 已經和賴清德產生嫌隙 如果賴清德進行上任之後 第一波人事調整 邱太元可能是被替換的人選 另外呢 賴清德上任沿用了英系人馬 除了顧立雄擔任國防部長之外 還有吳釗燮擔任國安會秘書長 國安局長蔡明彥等等 賴清德在年底可能會考量人事 蔡家軍或是前朝留下的官員 恐怕是首波遭到替換的人選 不過另外一方面 左翁太 左翁太的滿意度雪崩喔 這是美島電子報 9月30號公布的最新民調 左翁太呢 39.9%滿意 32.5%不滿意 所以不滿意度達到就任來新高 那麼因此呢 這個前國民黨青年部主任 陳冠安分析 目前賴清德滿意度高於不滿意 12.2個百分點 有一定安全的空間 但是左翁太可不是咯 他達到如履薄冰的境地了 好 因為呢 現在即將要出現死亡交叉 那麼總體滿意度呢 很有可能他滿意度雪崩 而下一個就是賴清德 所以 左翁太會差不多囉 這個波姬 還早 還早 不要緊張 大家都不要唱衰 我們賴政府是無敵萬能的 賴總統是 這個中華民國歷來最好的總統 我們必須要尊敬他 因為我是被告 我必須要講這句 那我問錯人是不是啊 你現在的結局可不可以不一樣 現在早五點正 我要講的是說 左翁太 昨天其實 當然因為左翁太在立法院 可是呢 現在他其實有一個矛盾點 就是當賴清德是什麼事都要管的時候 那左翁太他扮演的角色就是一個 可有可無的行政院長 那會 接下來會有很多的政策 會直接連結到賴清德 一開始大家的習慣 你要知道從 蘇貞昌乃至於陳建仁 他們那種就是說 行政院長比較常曝光的形象 跟現在的左翁太是不太一樣的 現在賴清德是曝光率是比左翁太高 所以呢未來 只要今天比如說政府的政策 或什麼出了包 大部分人想到是賴政府的政策 不是卓內閣的政策 因為卓隆太本來就不是一個政治明星 可是陳建仁也好 或蘇貞昌 他的聲量都是遠高於卓隆太的 所以呢過去大家習慣的這種模式 到現在就會變成覺得 卓隆太好像可有可無 而賴清德 所以未來觀察其實不是卓隆太的民調 因為卓隆太已經讓人家覺得 我不知道你在幹嘛了 關鍵是賴清德 會變成未來所有的深殺大選 我從小到大事實上都在進行防曬大作戰 所以身為防曬打人的 我特別推薦大家這一支 這是中天新推出的 KS抗光清爽膏防曬凝露 它裡面的成分非常的厲害 有榨藻直萃 這有藍光神對的美稱 也就是擦上它呢 可以防禦環境裡面3C產品對肌膚的危害 那同時還有含黃金海藻醬 這樣的成分呢 能夠抵抗肌膚抗老化 那最重要的是它不含香料 所以擦起來清爽不負擔 全家老少都非常的適用 孕婦也可以擦 所以在這邊我誠摯的推薦給您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曬乳 我選KS皇家呵護 抗光清爽膏防曬凝露 因為它有媲美藍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護我在陽光下 延緩肌膚老化維持青春彈力 可以防禦工作環境裡的3C商品 各種光源對肌膚的傷害 擦起來清爽不黏膩 我特別喜歡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養日常 你呢 呵護您呵護前家人 專屬您的KS Royal Care 暗光清爽膏防曬凝露